是因為它有幾個特色可以一次解決 曾經網友問過我的痛點需求 可不可以一次用不同的閱讀軟體 或是能不能使用Google雲端的服務 閱讀器的速度是不是都這麼慢 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這一台承載了我從來沒有想過的功能 那最後也跟大家分享可能小可惜的地方 甚至可能會影響到大家 究竟要不要選擇這一台的關鍵 嗨 大家好 我是艾比 歡迎回到電子閱讀器特輯 今天能有這一集 真的是特別想要感謝大家 是從2022年拍了一支 iPad無法取代電子閱讀器 幫大家整理了一份閱讀器的選購指南 然後一直到2024年 我終於選到一個非常適合我的電子閱讀器 當時也拍了影片跟大家分享 我是怎麼透過Kobo去培養自己的閱讀能力 以及用了哪一個功能 順便展開了我的英文閱讀能力練習 總之是因為大家的支持 我才可以在擁有我自己的閱讀器之後 還有機會收到不同品牌的合作邀約 進行開箱試用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不同產品 它使用起來的感覺是什麼 這真的是身為科技宅最開心的事了 那這次特別會想要合作的品牌 它到底是存在了什麼樣的特點 引起我的興趣呢 是因為它有幾個特色 可以一次解決 曾經網友問過我的痛點需求 可不可以一次用不同的閱讀軟體 或是能不能使用Google雲端的服務 導入自己的文件觀看呢 這台兩個都做得到 也有人問過 閱讀器的速度是不是都這麼慢 一定會有殘影發生 那今天合作的這一台 我覺得它的速度是提升很多 尤其還有一些獨家技術 可以去調整 你要刷新頁面的速度跟程度 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這一台存在了我 從來沒有想過的功能 不只拿來閱讀而已 它可以更趨近於iPad做多工處理 可以直接使用網頁 也可以利用語音轉文這個功能 及時錄下你所有的會議過程 再利用AI 把這些會議過程 直接整理成會議栽要 那最後也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覺得可能小可惜的地方 甚至可能會影響到大家 究竟要不要選擇這一台的關鍵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那就讓我們掌聲歡迎 今天的主角登場 就是這一台 它是來自中國的品牌BigMe 那我們先來快速的介紹 這個產品的簡介 這一台是提供盤體介面的 國際版本B751C 它是彩色的電子閱讀器 使用安卓11的開放系統 有翻頁的實體按鍵 可以搭配筆做運用 這台是7吋 重量是212克 儲存容量是64GB 那你也可以在外插記憶卡 它的最大容量有到一體筆 那這次購買的組合有分成兩種 第一種 單買閱讀器是台幣7580 第二種是套組組合 內含閱讀器 收寫筆 筆心 保護套 台幣是8380 我再把這個相關資訊的網站 放在資訊欄提供給大家參考 我自己覺得它的價格算是寫得蠻透明 而且這一台有提供保固 所以如果你需要維修的話 是可以先寄到台北的代手處 他們會再寄回中國 然後進行維修服務 好 那簡歷結束囉 我們就進入到 我真正實際使用上的感受是什麼 偷看一下小超內容有點多 我想要分成五個 調節設定的介紹 一般閱讀會使用到的功能 進階閱讀可以怎麼做 以及有哪些設計可以多工處理 最後我自己覺得比較可惜 待改善的缺點 那我們就從優點開始談起吧 那我們就從調節設定的介紹開始 帶大家跟我一起用第一視角 實際感受這台操作起來的感覺 以及我會簡單教學這些工具怎麼使用 左上角開機之後 從首頁點進來 會發現左手邊有一欄小工具 你可以長按圖示 排列自己喜歡的順序 也可以長按圖示 讓菜單管理跳出來 你就可以快速關掉你不想要的快捷圖案 我覺得這個操作起來是真的蠻直覺的 雖然還沒有辦法像iPad那樣 真的非常快速滑順 畢竟是不同的發射方式嘛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跟我一樣 摸過超級多電子解讀器 那這一台的流暢度 真的算是前段版了 我自己覺得蠻喜歡的 再來畫面的上方工具列 左上角是跳回主頁 像太陽的圖示點進去之後 是調節螢幕的刷新模式 你可以根據你看書的種類 去點選相對應的模式 當你下載其他書層覺得格式不太合 你也可以點進應用優化 按推薦或是縮小一點DPI 就會把頁面調好 但這裡有個小缺點 就當你的環境網路太慢的時候 你就必須按完優化 先跳出這本書然後再點回來 它的頁面才會是被調整好的那個完整頁面 另外因為他們有獨家的快刷技術 和自動殘影功能 在跳轉同頁面的時候 視覺看起來的翻頁順暢度跟殘影程度 是真的有蠻明顯的變化 所以才會覺得它的速度感受性 是介於iPad和一般閱讀器之間 上面的三條槓的這個是 你現在有開啟的應用程式 你可以快速跳轉正在看你的不同書 小方框這個是應用程式中心 齒輪的圖示是設定 包含筆的設定系統畫面的風格 它的介面做的蠻螢幕了然的 打勾的這個是快速調節其他設定 你也可以從上往下滑叫出這個菜單 調燈光音量 也可以截圖螢幕錄影 或是利用分割畫面 同時使用兩個程式 再進入到書裡面之後 點一下閱讀畫面或是右下角 會出現關於閱讀的進階設定 大家可以從這裡去調整自己的頁面 或是書籍的設定 畫面上有一顆懸浮球 是像快捷鍵 總共有九個按鍵 大家可以自定義要保留 或刪除什麼樣的功能 那接下來就進入到應用介紹 我會分成一般閱讀 進階閱讀跟工作上可以怎麼做使用 那我們就從一般閱讀開始吧 這個閱讀器自己的書層是連到京東讀書 它可以單買書 或是直接購買每月每季每年的VIP 我會推薦大家在選書層之前 一定要先用網頁版去滑這個書層裡面 到底有沒有自己喜歡的書 真的有 你再去選這個書層 這一台閱讀器呢 它是有有生書功能的 從免費這邊進去 有蠻多繪本有生書可以聽 有生書有分成兩種模式 一種是真的完全按照書一個字一個字唸 那京東是屬於第二種 會比較帶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切角 告訴你為什麼你要讀這本書 然後開始介紹這本書的內容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第二種這個模式 就有點像是在聽Podcast 同時找知識 但又同時又保有有趣的感覺 如果你不想要用京東讀書 那這一台最大最大優點就是它是開放式系統 而且內建了Google Play Store 你可以下載其他程式非常快速方便 包含Kindle、Kobo、伯克萊 只要你能在Google Play Store找到 那這裡也都可以下載 這一台本身也內建了Google Drive OneDrive、Dropbox和OneNote 所以要讀自己的資料也很方便 可是另外下載的這些應用程式 它可能每個顯示的方式都不太一樣 並不是每個程式都會變成 可以上下頁那種翻書的模式 所以這裡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接下來關於進階閱讀的部分 它可能不是每個人都會用到的需求 我就把它放在這一塊 那我想要介紹兩個 我自己最最最喜歡的特殊功能 一個是前面提到的翻頁模式 可以一邊開書一邊開筆記做筆記 第二個是字典翻譯 它是系統自帶的翻譯功能 我覺得超酷的是 它是一句一句完整翻譯耶 所以在學外語會變得更方便 那最後進入到工作的部分 我覺得這台電子閱讀器 會比一般閱讀器來得更進階的感覺 就是因為它裡面多了很多應用程式 好像更適合應用在工作上 比如它可以語音輸入 或是用AI製作摘要或會議紀錄 我覺得這個語音轉文字的辨識準確度 算是蠻好的 辨識度的準確性蠻高的 但有點小可惜 就是目前它支援的是簡體 繁體字是還沒有被優化到的 它的AI是用ChatGPT 不用另外收費 以上這些功能就是我沒有想過 它可以放進閱讀器的功能 然後我也蠻喜歡的 那最後就進入到比較可惜的部分 我自己會分成兩個 第一個就是我前面有提到 你下載第三方程式之後進入到系統 你會發現介面的優化程度不一樣 你每次點進來之後 可能都要調整一下或是習慣一下 所以我才會把它放在小可惜的地方 但是如果大家在這樣的過程中 你突然有一個靈感 有更好的解法 想要提供建議的 你可以私訊FB粉專 或是用Email聯繫這個品牌 我自己是有反應過意見的 我覺得他們的回覆都還算是蠻快的 而且他們自己本身 也有定期的在收集用戶的意見 或是建議去做系統優化 另一個覺得可惜的地方 就是雖然這個版本是國際版 也有提供繁體中文的系統使用 但它的介面還沒有優化到非常完整 就偶爾還是會遇到簡體字 在閱讀書籍是還好 主要是在系統介面上 你偶爾會想說 嗯這裡怎麼還是簡體字的那種感覺 但我知道品牌 還是有在持續優化這些介面 才覺得可以分享這一台 像是打字輸入 這個原廠設定 它是沒有提供BopoMufo的這種鍵盤 那你就可以進入到Google Play Store裡面 去下載Google Keyboard 那你下載完 它的說明跟操作都非常簡單 你就跟著那個文字說明按幾下 你就會設定好 就會變得比較好用 講到這個我就想到 我前面有點忘記提到 我覺得這一台整體的說明操作 都很淺顯一等 所以上手程度超級超級快 我當時一拿到這個閱讀器 我其實沒有看太多使用說明 我就是順著按 然後就以下摸透了這台機器 那回歸到比較可惜的地方 就是我自己覺得 繁體跟簡體這件事情的轉換 還沒有到非常完整 那我覺得這可能也會是非常影響到大家 想不想使用這台的最關鍵的因素 所以才會特別提出來跟大家分享 那總結來說 這一台電子閱讀器 我會推薦給什麼樣的使用者呢 我會推薦給 你除了想要看各個書層的書籍之外 你主要最喜歡的 就是去下載自己的文件或書 需要匯入檔案的 我就會非常推薦使用這一台 因為它有雲端連動 步驟非常簡單 基本上只要登入信箱就可以了 你就不用再多花額外的時間 去研究要怎麼樣匯入檔案 也不用插線去連動電腦 去下載檔案 所以才會特別推薦給這群人 那我會再把社群SEEDER購買連結 放在底下資訊欄 然後現在是有早鳥誘惠 套裝組是8380 大家可以再去研究一下 那以上就是BigMe的電子閱讀器分享 我自己覺得 每台閱讀器一定都有優點跟缺點 最重要的是 你知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 那最基本的選購指南 大家可以參考2022年拍過的影片 會帶大家去分辨 你喜歡閱讀什麼樣的書籍 那就適合什麼樣的尺寸 或是開放式系統跟封閉式系統 差別在哪裡 還有iPad跟電子閱讀器的差別是什麼 當你確定知道自己要什麼之後 你就可以多去看開箱影片 不同閱讀器的影片開箱 或是文章開箱 甚至是非常推薦你去實體店面 直接摸那個手感 我覺得這樣才能快狠準的 選到最適合你的電子閱讀器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我會再把BigMe的相關資訊 放在底下資訊欄 大家可以去做參考 然後也希望未來 我可以收到更多不同品牌的合作邀約 開箱更多不一樣的電子閱讀器給你們看 那今天就到這囉 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